請剪裁名號 耗資一億五百八十萬眼鏡費 三層樓 並七分佛道教 基督宗教的東河鄉信件 納古塔 主體工程已經完工 工所特別舉行剪裁儀式 新倉這一塊工墓用地 是屬於東河鄉工所的土地用地 它總共有五甲地 目前我們大概使用的 大概就是一甲多一點而已 所以接下來我們還在積極爭取當中 因為原本我們預計的納古櫃位 大概有六千個 但是因為物價上漲的關係 所以我們降到了一千四百個 東河鄉都然新倉納古塔建物 及納古櫃歷經長年歲月 日漸老舊同時飽和 之前只有太原納古塔設置有基督教 天主教室納古櫃空間 已經無法滿足民眾的需求 工所在鄉親的要求下 特別爭取經費 興建了所作現代化納古塔 東河家園生命紀念館 這個結果我們這樣看起來是還算接受 那可能就不要經過我們的驗證 這幾天都有地震 已經幫我們驗證了 所以這個結果看起來都很好很豪華 這樣對祖先來講的話 真的是給他們一個很好的一個地方 東河家園生命紀念館 第一期新設的單人骨灰櫃有1520個 雙人骨灰櫃336足 616個儲骨櫃 工手表示將持續蒸起經費 設置到8000多個櫃位 滿足民眾安放仙人的需求 另外為了促進環保有細性 元期也特別跪跨環保自然障區 原始新聞反過了台東東河採訪報導